有朋友对银行有兴趣 他问你内银股怎样看 他说现在有建行 是5元买的 有工行是4.5元买的 问一下你这个策略应该怎样做 在短期的角度 我的银河股应该没那么容易 除了前面的高位 那个理由来说 我觉得对于香港的股票 或者内银股来说 都是比较侮辱的 建基于什么 基础之上 就是人民币贬值得相对比较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对于银行 影响相对比较大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些这样的股票 股票的盈利增长都不是太高的 而我们都会看到 昨天暴跌的招商银行 除了是因为行长被人要调查 或者昨天股市是股灾 之而此之意外 其实最关键的道理就是 去到招商银行的情况 第一季度盈利的增长 就是只有十几个百分比 这个是低市场的预期的15个百分比 这个是低市场的预期的15个百分比 我们一页之秋 如果招商银行都是做到这样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信心 还在说 工农中建这四间行 它的盈利的增长是可以高 比招商银行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点 而且老新常谈就是 其实所有的企业对比上年的同比 是超大压力的 因为上年的时候 角度看上去年1月至3月 就是说是无论支付市场 或者在整体群股的经济里面 是最如日中间的那一刻 那你这样对比的话 其实你的业绩肯定会不好 所以变成就是说 在银行来说 盈利的增长是相对比较低之余 而最直接 就是比较低增长之余 最直接要命的那样东西 就是人民币贬值得快 当人民币贬值得快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earning share 其实是由这个人民币 是兑现做港元币的 那你对美金是相对比较弱的 是所谓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你那个的 兑现做港元币是一样原理的 那你这个每股盈利 就会变成迅速地贬值了 那现在人民币贬值了大概3%多 那所以你那个盈利 立刻是你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但是就是说你立刻没有了3%多了 那你没有了这件事 其实股价会向下跌去反映了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位的朋友 他买的价格 当年来说是漂亮 譬如你5元买健康的 那我现在5元半 那你还有一个水位 就是说坦诚说 你买的位是漂亮 就是你向上的空间 坦白说真的不多 你会怎样建议他呢 其实他也持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收过息的 亦都赚近一成 你会不会建议他现在的沽货呢 我会觉得就是说 现在是对好 因为最近本市真的是 就是在期议那个稿呢 是特别来说是会按下去的了 那所以就变了就是说 短期的股价可能比较低一点 那就是说 如果你等到是过月期议的 特别是等美国加息的 等它一些比较衰的事情呢 是消化了之后呢 是由一个所谓的股价反弹 都不是的 还有就是说在开放那里呢 其实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中国政府也都是 开始是倒翻出一个 是所谓的政策 是托住个会价 那我们就是说 随便经济去到太过差而已 一向呢 中国政府呢 是在太高位 或者太低位 或者进行帮预的话呢 通常就有作用的这个 那所以我们都会有少少觉得 就是有少少信心了 就是今次的人民币的贬值呢 是不会无限地 6.6,6.7,6.8这样 不停贬值的这个 暂时应该是锁了在6.6 这些这样的价位的了 这个 那就是说 等人民币开始是可能是 是醒神一点点 俗称 或者股市醒神一点点 那时候呢 那内银呢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反弹的 那如果是有一定的反弹 那时候 那可能就考虑是分段地 是套现了 那我会重新我自己的立场呢 工龙充建 特别是招行也不用说了 他短期呢 就是也都应该回不到 他前面那些高位的了 那所以大了一阵呢 就开始去吃了他呢 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